在本节课当中呢 也会重点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WWT万维万眼镜这款软件 那么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澳门科学馆的Facebook专业呢 能够先看一看啊 假设你要安装万维万眼镜的话 应该要怎么安装 我们呢已经在澳门科学馆的Facebook专业上传了一段短片 这个短片会为大家介绍如何安装 由微软亚洲研究院 还有中国的国家天文台的虚拟天文台 当中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开发了一款 专门针对中国用户所设计的 万维万元镜的这款软件 大家下载完这款软件之后呢 安装完之后就可以看见这样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所展示出来的就是 这款软件所能演示出的 有关天文的现象 以及在宇宙当中的场景 可以跟大家透露的是 其实这款软件所能演示的现象 跟我们现在的 天文馆所用的软件 大同小异 它都一样 就是通过宇宙当中的数据的模拟 让大家能够穿梭在宇宙的各个角落 同样呢 也可以有更详细的行星的表层的数据 有太阳系的数据 地球月球的数据 银河系的数据 还有整个宇宙的寻天扫描的数据 现在呢 假设你在使用WWT的时候 你是因为是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的 所以呢你就只能看见一个平面 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看 就只能看见一个平面 但是呢你到天文馆来的话 就可以看见是一个球目的 沉浸式的体验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没有办法 我们先用这个平面的方式 来感受一下 在这款软件当中呢 它分为了几个区块 我们再来仔细地观察一下 我们把这几个区块呢 放大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是在这款软件当中 最上层的几个区块 它分为了探索 漫游 收藏夹 搜索社区 显示 设置和帮助 在首先你打开软件之后呢 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点开显示这个按钮 然后你把自己的位置 设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北纬22度 东京113度 设定在这个位置之后呢 你将有机会呢 能够从澳门的视角 来观看星空 同样的时间 它就是根据你的 现在所设定的时间 然后按照实时的演示 来进行的 同样呢 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观测的时间上面 还有快进和快退的按钮 也有暂停的按钮 你也可以尝试着 好像使用那些古代的机械一样 把时间调快点 看看未来的星空 未来的太阳系是什么样 或者把时间退回到以前 看一看古代希腊人 看见的星空 是什么样的 看一看清朝的时候的人 看看的 看见的星空 是什么样的 在这个上面这一层 这一层设定的板块之后呢 再往左边看一看 它也呢 展示的就是在这整个宇宙当中 所能显示出的一系列的图层 当中的图层呢 包括了太阳 以及太阳系的八颗行星 还有矮行星 冥王星 以及天空当中的星座 还有宇宙当中的银河系 还有寻天等一系列的数据 那么在这款软件当中 最主要的画面啊 实际上就是 大家所看见的右下角这一块 它所能显示出的 就包括太阳系 宇宙的寻天 银河系 以及每一颗 已经有数据 真实数据所建立的行星的表面 我们现在呢 其实也可以来 看一看 我们现在呢 打开了 万维万远镜 我们来 先为大家打开万维万远镜 来看一看 现在大家所看见的呢 就是万维万远镜的 更加放大版一点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见上面一排 就是刚刚我所介绍的 有关设定的栏目 左边呢 就是图层栏 就包括了每一颗星球 你想要它显示 还是不显示 等一系列 在这整个演示的 那个现象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你想直接去某一个星球 去观测的话 需要按什么样的按钮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万维万远镜的另外一面 万维万远镜的最下面一栏 现在我们所能够有照片 真实地拍摄到的 太阳系的八颗行星 太阳的表面 以及 冥王星 地球的卫星月球 还有木星的四颗 伽利略卫星 等一系列的影像 都可以在太阳的 在这个万维万远镜 所演示的太阳系的 这个指向当中 是要找到 你直接看一下 假设在刚刚的 这一个全景的导览图当中 你所要找到的呢 是在这个整个的 界面图层当中的最下面 你可以直接选择 你想去哪一颗星球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演示一下 假设我想要去地球的话 那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万维万远镜 现在呢 我想去地球 那我需要点的呢 就是在左下角 分别有太阳 水星 金星 地球 第四个框 第四个按钮 就是地球 点击下它 它就会慢慢地 飞到地球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地球 大家呢 就可以看见 地球上所演示出的 白天 黑夜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它所演示的时间呢 就是在4月22号 晚上的8点40分 这时候 中国已经完全地 处在黑夜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左边呢 是太阳 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 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呢 就是利用万维万远镜 这个软件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地球 这里呢 有一个万维万远镜的 观察任务 观察地球的细节 在上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特别提到了 地球的一张照片 称之为蓝色弹珠 蓝色弹珠 在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当中呢 也有一系列的应用 比如呢 在著名的世界三大 国家和地区女人的 动画作品当中呢 有一部叫做黑塔利亚的作品 这是我现在所展示的图片呢 是这个作品当中的 一个唱片 它的封面 它呢 有一首主题曲 主题曲就称之为 圆圆的地球 它呢 所展示的是 世界上各个国家 站在圆圆的地球之上 而这个圆圆的地球呢 就是在NASA所影 所照出来的 这张蓝色弹珠的照片 蓝色弹珠的照片呢 除了在这些 流行文化当中出现 实际上 你假设 有用自己的 社交媒体 社交软件 比如用的微信当中呢 WeChat当中呢 它所展示出的 这个开机的画面 用的呢 也是蓝色弹珠 这个 这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呢 非常准确的就对应了 在上个世纪 70年代 所照射出的蓝色弹珠 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发现 地球 好像一颗蓝色的弹珠 既然是一颗蓝色的弹珠 那它就应该是一个 近似的球体 这里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假如 人类没有飞出过地球的 大气层的话 我们要怎样证明 地球是一个近似的球体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问题 我明明没有飞出去 这张照片呢 是太阳神17号 太空船的船员 在飞往月球的过程当中 照的 给地球照的一张照片 它可以看见 地球是一个球体 那假设 我们没有飞出过 地球的大气层 我们要怎样证明 地球是一个近似的球体呢 有没有人想在 评论区当中回答一下 假设没有的话 没有飞出过地球的大气层 我们怎样证明 地球是一颗近似的球体 在这个思考的时间当中 想给大家看一看 在万维万元镜当中 所展示出的地球 那么它假设你是 太空当中的宇航员 你想要拍出一颗 蓝色的弹珠的话 你应该在这个视角 就近乎是地球白天的 这样一个视角 就能够拍出一颗蓝色的弹珠 那么这一段时间 大家有没有思考好 彩阳正 怎样证明地球 是一个近似的球体呢 实际上在大约两千多年前的 古希腊就有责任 就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 那么它是要怎么样解答 这个问题的呢 这里我们也是一样 想要又利用科学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提出问题 建立假设 实验验证 并得出结论 这时候呢 就有人观察了 他说 好像我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看见远方有船开过来 我首先见到的是 这艘船的桅杆 那么这之后 慢慢的才会见到 这艘船的船身 因此呢 他想利用这样的现象 来证明地球是一个球体 所以呢 我会先看见远方的船开过来 所以先看见最顶上的 然后再会 才会看见船的船身 那么这个现象 是真实的吗 确实是真实的 比如呢 有网友呢 就拍摄了这样一系列的照片 他所展示的呢 就是一艘船 在渐渐地远离的时候 所出现的现象 慢慢的 整个船身不见 只剩下船的 最下面的 一系列的机械在 这个现象呢 所能掩饰的 就可能 就能够证明 地球是 应该至少是一个 有弧度的 这样一个形状 但是还有方法 能够证明 地球 是一个近似的球体吗 古代人又在思考了 还有方法 比如呢 他们有观察到 月时 他们在观察月圈的时候 发现 好像 有一块影子 能够遮住了 月球的表面 但是呢 这个影子 它也是有弧度的 这个影子呢 大概应该就能反映出 遮住它的 这一个星球 它的轮廓 是什么样的 因此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也能够 好像可以能够证明 地球是一个近似的球体 实际上在 古希腊的哲人 亚里士多德 就有总结出了 这一系列的方法 刚刚呢 通过了 远方的航船的 维杆顶 这一种方法 再通过月时 这一种方法 可以证明 地球 是一个球体 之外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 它说可以一直往北走 一直往北走之后啊 它发现 越往北走呢 北极星 就显得越高 而且呢 你越往北走啊 又发现 有许多以前 没有见过的星星 没有出现过的星空 也出现了 因此呢 它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 来证明啊 地球是一个近似的球体 呃 刚刚呢 我们看到了地球 是一个近似的球体的 一些证明的方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正式的看一看 观察 并且来描述一下 地球的细节 我们首先来通过 万维万远镜这款软件 看一看 我们现在呢 已经观察到了地球 观察到地球的同时 我们刚刚已经得出了 第一个结论 地球是一个 近似球形的球体 那么地球表面 还有什么样的细节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呢 我们来说几个特征吧 呃 地球表面 地球的形状啊 是球体 那么地球的颜色 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都说 刚刚其实照的那一张照片当中 已经所 的标题 就已经显示到了 呃 这是一颗蓝色的弹珠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地球的表面 基本上 呃 大大块大块的 都是蓝色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看见 有一有一些 呃 好像不是蓝色的地方 这些呢 又是什么地方呢 比如我现在所演示的 这一块地方 好像比较黄 啊 这一块地方 它所展示出地球表面的 一系列的纹理 这个纹理呢 假设的是 基本上这一块就是沙漠 就是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玩 南 看一看 地球的表面 还可以看见的是 呃 也有绿色的东西 这绿色的呢 所展示出的 就是在地球表面的植物 所能覆盖的这一块区域 有蓝色的 有黄色的 还有绿色的 那么地球表面 还有什么颜色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现在 我所展示的地球表面 应该就只有 除了看木剑的黑夜之外 应该就只有两种颜色了 除了蓝色之外 还有的第三种颜色呢 是白色 这白色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大家所能看见的云层 云层呢 也是一样 可以在 呃 除了云层之外呢 这一小块 这小块所显示的就是 南极洲的冰层 它也是白色的 我们刚刚呢 通过观察和描述的方法呢 我们描述了地球的形状 也描述了地球的颜色 我们呢 还通过 呃 一些仔细的 放大的一些细节 我们来看到了地球表面的 一系列的文底 呃 在 以前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流传了一张 非常广泛的图片 这张图片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它说是这样的 它说呢 假设把地球的水 表面的水 都抽干了之后 那地球的本体 是什么样子 呃 这张图片 大家觉得 是不是好像出乎 我们的意料 实际上呢 这张图片所展示的 并不是真实的 我们所能描述的地球 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 夸张了 几十倍的效果 就完全不可能是 地球是这样一个 奇形怪状的 土豆的样子 呃 真实的地球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呢 是右边这样的 假设你把海水 都抽干的话 呃 它也是一个 近似的球体 呃 我们虽然呢 就是在网上 有看见一些呃 图片 好像非常夸张 能够吸引眼球 呃 但是我们呢 还是应该呃 要仔细的想一想 呃 它真的是这样吗 呃 这张图片啊 虽然演示了 呃 它所所能演示的 就是把海水抽干之后 呃 地球表面 的 的高低 起伏的样子 但是呢 它夸张了十几倍的效果 为什么 左边这张图片呢 呃 实际上非常的夸张呢 我们来仔细想一下 地球的半径 是多少呢 地球的平均半径是 6400公里 对吧 6400公里 那地球上最高的山呢 那地球上最高的山呢 是哪里 地球上最高的山是 喜马拉雅山的 珠穆朗玛峰 对吧 它的高度是 8844米 那么 你可以想象一下 呃 对于 6400公里的 整个地球的半径来说 呃 这8000多 公里 它是一个 非常大的起伏吗 显然它不是一个 很大的起伏 那么 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马里奈亚海沟 呃 它是 一万两千米 一万两千米 呃 这样一个 深度 呃 对于 6400公里 一万两千米 这样一个深度 对于 6400公里来说 也是一个 起伏很大的 这么一个 深度吗 显然也不是的 因此呢 呃 我们虽然呢 在网络上 可能看见 有一些啊 打着引号的 那些科普的 一些吸引眼球的题材 我们呢 也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的观察 我们来总结一下 呃 好像有些东西 并不是我们在网上 所看见的 直接的那样 我可以说的 有些东西 我们在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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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网络上